对于男人来讲 40岁以后右手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右手食指根部偏低 会影响到个人的信心和勇气 做事总是害怕失败 不敢尝试 从生命前脑线粘贴长 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男人其实也是需要 适当的鼓励和引导的 这个时候妻子就扮演这种角色 手掌来看下强上弱 那么根基还是不错的 尤其是金星球比较饱满 高突精力充沛 生命力强身体素质不错 运势自然不会太差 那生命线也呈现出 越来越深的形态 人生路越往后走 是越顺畅 只是感情线出现了两个导纹 还好这两个导纹 没有连接在一起 那么经历情商 会有一段时间进行恢复 不过看导纹的位置来看 应该是在婚姻当中 出现情感危机 甚至离婚再婚的可能 不过还有情线尾端 没有侵入到财工 这个适可而止 不说这个不伤财运 男人的凤眼文 主要表现在聪明后学 进取心强 利于事业 这些不伤财运 这些不伤财运